我们今天就更不一样了 今天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 大家看世界四大制造国的比例 美国 日本 德国 中国 你看中国 由世界制造业2% 2009年上升到占世界制造业18% 中国的上升的红线 以美国下降的黑线相交 各占世界制造业18% 我让我们继续上升 美国人继续下降 2016 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26.7% 世界第一 2025 中国制造业将占全球比重40%到40% 所以人民大学的金采荣教授讲句话 他到了2030年 世界上只有两个制造了 第一 中国制造 第二 外国制造 就没有了 就这两家了 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统计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 产业费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包括39个大类 191个中类 525个小类 形成门类齐全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唯一的 而且中国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人口红利过去了 我们工程师红利到来了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理工毕业人才 美国国家科学院报报道 44%中国大学生主修自然科学工程学 美国只有16% 考虑到中国人口是美国四倍 这一趋势将来十分可怕 美国的16%中大量还是华裔 很麻烦的事就在这儿 奥巴马也反过指导业 特朗普也反过指导业 怎么返回 白领工程师 蓝领工人在哪里 你到哪儿去找去 非常麻烦 你看中国 在那常州 常州工业技术学院 开了什么专业 顿购专业 学生很热门哪 还没毕业都被人耀光了 顿购本来是德国人的 现在顿购 我们技术比德国还好 我们早的比德国口径还要打 拘禁速度还要快 德国所有洞都打完了 无洞可打了 洞购到头了 我们还有多少城市地铁 高铁 高速公路要大洞啊 中国这个市场迁移 太危惧了 英国威尔什号航母 最后建造 到了重型塔台调桩的地步了 一千吨以上的门钓 百分之百产自中国 当然得从中国进口 进口之后命名为戈利亚号 圣经上的巨人 英国重型塔台刚刚调桩完毕 被等在旁边的印度人买走了 印度的航母在港口里趴了十年 好几次下水都没下城 现在也到了重型塔台调桩的时候了 印度知道 一千吨以上门钓都在中国 不愿到中国来买 哎 印度人很自信也很自尊 印度人经常说 听说他们发展得不错 现在快追上我们了 他们还挺着急 跑到英国去买的 英国告诉他 这是中国的二手的卖给你了 印度人说反正不管 我从宗主国 英国买来的 不是从中国买的 就算心安理得了 奥巴马也出这个洋相 2013年 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演讲 鼓励各种资本进入制造业 重塑美国制造业辉煌 但挺不幸的一阵风吹来 反面美国国旗给吹掉了 露出了上海振华中工的标识 所有中国的重型装备的标识 都被美国国旗给贴住了 但港口风大 一阵风吹来 吹掉了 露出上海振华中工 上海港鸡振华中工 美国媒体说 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美国总统在中国重型装备 之下呼唤恢复美国制造业 前不久日本还沉了一架 一架F35栽到海里去了 然后空中警戒 水面警戒 水下警戒 严防中国俄罗斯 窃取F35的技术 警戒到最后半天 最后打捞你怎么办 还得雇佣中国制造的深海打捞船呢 没办法捞不起来呀 我说这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势力 我们的发展走到了这一步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 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高端制造门类的比较 日本 没有民航客机 没有互联网 没有通讯设备 而且没有卫星导航 没有无人机等等 德国没有芯片 没有航空发动机 没有液晶面板 没有笔本电脑 没有智能手机 也没有航天工业 也没有卫星导航 美国没有高铁 没有民运船舶 没有液晶面板 然后中国 什么都有 什么都能裹倒出来 就我们急需要提高自己的质量 这是个大问题 但是中国齐倍 而中国经济是这齐倍嘛 美国人觉得你现在干什么呢 你看华为 为什么全球打压华为 美国为什么要收拾华为 我经常讲 美国不会收拾腾讯 不会收拾阿里 因为你是在美国基础架构之上的上层应用 没关系 我不好基础架构 你上层应用就行了 我基础一撤你全塌 全塌塌 华为在搞基础架构 这不行 这东西是我们的 你们就是APP 你们在上面好好地玩 底下都不要弄 华为再弄底层 这是美国非常愤怒的事情 所以全力以赴 就今年4月3号 五角大楼推出了5G生态系统的研究报告 里面讲 从4G向5G转变 将极大的影响全球通信网络的未来 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国王部的运作环境 你看我 叫当你弱小时 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 裁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 朋友特别多 陶哈比当年创业多么弱小啊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陶哈比讲的话 我就要拼上去 哪怕面对个土匪 我都给你拼上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陶哈比的理论上不了我们NBA 也NBA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在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也NBA案例一个做出来 你看中国企业家怎么成长 徐耀年说 最佩服就任正非陶哈比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都搞过 就见不着陶哈比 陶哈比不见的 徐耀年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陶哈比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他连省长 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陶哈比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我见谁 别人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就实际 所以我说 恩格斯那句话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而是实践之处 场景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家创业实践太厉害了 理论没有概括出来 我们的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 否则离得太远 1980年深圳就是小渔村的 从保安那边过来 到今天成这样 世界城市建设的奇迹 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这儿出现了 这张照片 就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1992年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最后到了深圳 在罗湖口岸山坡上看香港 小平同志最大的愿望 香港回归 能够探上香港土地 回去看一看 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回忆 当天小平同志在看香港的时候 站在山坡上 天下着萌萌细雨 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说 我们谁都不敢上去 给小平同志打伞 怕干扰他的思路 小平同志站在萌萌细雨中 呆呆地看香港 五分钟 六分钟 小平同志最大愿望 香港回归去看一看 后来没有实现 1997 七一回归 1997年2月份 小平同志去世 今天深圳的发展 已经回报 完全回报了小平同志的期望 深圳建设 深圳经济总量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2018 深圳经济总量超香港 完全实现 这种发展速度 我说你看中央原来讲 岳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深圳了 原来岳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 是香港 后来是双引擎 香港和深圳 中央对深圳的希望 超越大湾区 勤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 卓住了全球标杆城市 你看港澳大桥建设 就不接深圳 怕深圳超过 你不接怎么办 你不接你就能把深圳撇下来吗 照样不行 我觉得深圳的发展 就充分用自己的实力 向国内 向全世界 展示这种城市的活力 这种创新力 它的生命力 1977年 当时广东省委书记 齐中勋书记 就讲了一句话 面对陶港风潮 他讲了一句话 要把我们内地建设更好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齐中勋也看不见了 确实 我们今天正在实现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你看看将来 就这种竞争 互联网上有这么句话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 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不过没有什么 中国的未来不会由他们创造 未来是劳动 是汗水 是创业创造的 研发创业创造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创业 我们核心 中国人今天就是精神状态 任正非讲的话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华为的电信技术 领先美国斯科ATT三年左右 领先艾雷辛诺基亚五年左右 老人说 我们今天华为真正危险到了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我们过去跟着别人跑 他跑哪 我跑哪 今天我前面没人了 他们跟着我们跑 我们该往哪里跑 华为真正危机 我说你看我们在今天 机遇危机的并存 我们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 百年久亡 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 1840到1949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很多从广州发迹的 林泽虚的鸦片禁言 洪秀泉的太平天国 曾佐里的杨如自强 康良的戊虚维新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毛泽东的西米族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这三个字 救中国 挽救民族命运为亡 救亡命运不是共产党发起 但共产党了结 1949新中国成立 救亡命运的终结 下一命运开始 1949 2049 发展中国 前一百年救亡 后一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历经坎坷 我们后一百年依然如实 但我们在几代人的奋斗 多少人的牺牲 我们今天叫成绩非然 我们从今天看一看 这是美国丹佛大学做的一个模型 全世界经济增量 从1960年到2099年 全世界经济增量 丹佛大学以世界银行做这个模型 你看中国 60年代根本没有我们份 世界排名前16 没有我们的份 我们到了1971年 终于寄身世界前16名了 然后 开始不断地加三 不断地插队了 就是中国 世界秩序就这么排定了 美国超级大国世界第一 日本世界第二 其他欧洲的国家 在后面按照这个排序 中国亚洲都排在后面 亚洲就日本在前面 然后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在逐步地崛起 最后世界大秩序 就是苏联解体到俄罗斯 有大的变化 队伍变化 其他你看大家注意 不断加三的 不断插队的 不断敢超的就是我 进入世界前十 超越加拿大 进入世界前九 一个一个就往前赶 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 中国人不守秩序啊 不按照排队的规则 你看看 超越巴西世界前七了 超越英国世界前六 1998年超越意大利世界前五 2000年超越法国世界前四名 2004超越德国世界前三 2010超越日本世界第二 有人说我们排了个厉害的国 都国把美国给惹了 有人说我们搞了工业制造 2025把美国惹了 惹的不是这个 是中国的发展 这些统计数字都来自美国的 你看中国这个发展这个速度 你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加以支持 石油数字到2017 2017采纳石油数字 2017以后还有个模拟 模拟一个虚拟数字 就是根据你的资源禀赋 你的资源 你的人才 你的发展前景 还做了综合的规划 2017以后 它有个演算推算 一直推荐到2099 2049我们新中国成立 100年 就是18大的目标 19大目标 实现伟大的民族 2049 我们做指标是做到2028 经济走南超越美国 超越之后继续拉开 以美国的距离继续拉开 越拉越大 当然最后大家看 下部美国还要对付印度呢 因为印度追上来了 不是我们朝美国 美国再追不上我们 因为印度要赶美国 下部他好好地把印度扼这一把 这就是到2049 到2049 我们经济总量大约超越美国 20万亿美元 大家可以看 这是到2050 我们大约有48万亿 美国27万亿 我最后讲这话 小成功需要朋友 大成功需要对手 我们弄个小成功 弄个小朋友做小成仪 那需要朋友 大成功 我们民族复兴是大成功啊 需要对手 今天干你 明天干你 它让我们不要懈怠 让我们审视自身的毛病 我们改掉自身的毛病 它讲了我们有问题 我们改 改完我们更强大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需要这样对手 它给我们发展提供了 非常强劲的动力 我说这是我们 一个百年变局的大时代 国际力量格局 在较量中剧烈演变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 民族复兴的新长城 我们一步步往前走 在座的我们所有 我们都是见证者 参与者 这是我们的幸运 当然后代人 可能他们更幸运 但我们这段 幸运在哪里呢 你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 大起大福的这样的时代 金将军你好 今天这个题目是 东亚宾夫到民族复兴 东亚宾夫这个词 就让我想起 今年暑假 我在国外做 暑期课研的时候 一个经历 当时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做试验 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我是一个 Week Chinese 我们知道 Week这个词除了说 没有力气之外 它有虚弱的这个意思 当时我就联想到了 说东亚宾夫 这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非常愤怒 我就回答他说 我比你好 因为你是个愚蠢的意大利人 他看我这么回答 就看出我生气来了 他就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点委屈 因为他认为 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一方面 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 对我们国人 有这样固有的一些观念 另一方面呢 我们国人在类似的问题上 是不是往往会反应过度 过于敏感了呢 好的 我想起了我们访美的一段经历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避免两个极端 一方面过分地敏感 一方面过分地不敏感 我就是两个极端 我们都要避免 我们2008年 陪同我们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上将 我们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啊 按照美方的礼遇 你应该可以礼遇的 没有礼遇 所有安检皮带都抽下来 所有箱子全打开 特别细的分 我们机票都加四个A 就是所有中国人 你上飞机以后 他你安排靠窗口 保证你旁边坐个美国人 绝对不能让你中国人坐在一起 如果你要有事 你得越过这个美国人 所以我们全靠窗口那边 我们校长 上将 外语又不行 我要坐到旁边 说不行 你只能坐到后面 你只能坐到后面 就那六岁 后来 就因为这种待遇 我直接找了 陪同我们访问的 美国驻华的 一个海军武官助理 一个空军武官助理 一到安检 他俩就藏起来了 我找他俩 我说 像你们 我们是上将团 你们队友们这样 他就给我们解释 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国防部管不了他们 这我们两个系统 我说 行 两个系统 我说 我们的机场安检 也跟我们军队 也是两个系统 我们也两个系统 你们的上将以后访华 同样待遇 他说 这个问题要反映一下 第二天 海军武官助理找我 他说 两个小礼物 接着说 这个送你们 王上将一个 这送你一个 两个小礼物 你们逍遥起 我说 第一 我们代表团六个人 你要送礼物送六分 送两分算算吧 我说 第二 我说 我们希望你正式回应 而不是送礼物就完事了 我说 我们这会回去要正式反映了 我希望你跟你们国防部也正式反映我们一眼 他挺尴尬 把两个衣服收回去了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回到北京大约不到一个月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我又参加了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伟森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主要谈海上避免冲突机制的 结果那个会晤一开始 美国国防部长谢伟森就讲 我先插一段 说先有一个问题 我讲一下 美方现在正式向中方表示一个歉意 就是一个月前 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我们处理不当 现在正式向你们道歉 我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实力 我们有权利一定要争取 当然没有必要跟他当面翻脸 他说你是北京大学 你可以用别的话回应他 但没有必要表示愤怒 因为我们今天 你跟我开玩笑 我给你开玩笑 我们就开玩笑 但是呢 权益是争取来的 不是等待来的 当然权益 我们显示我们强大事可以的 但你对我这样 我要对你这样 一包还一包 这才能征兆 中国人也是捍卫自己权益的 你的国家力量 不如他力量强大 但你内心力量 也跟他内心力量一样的 你这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走在世界上 国家已经给我们做了充分的支撑了 所以我们个人呢 我们既不要过分地敏感 把这都说是小看中国人 另外呢 如果一旦碰见 我们全意受到伤害的话 我们也有拿几武器 还没自己的权利 好 谢谢金小军 将军您好 我叫吕豪毅 现就读航空航电工程专业 大二的时候呢 我想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 普渡大学 是我们国家两单一星元勋 邓家仙 梁思立 两位大科学家的这个毕业院校 但是由于签证的原因呢 没能如期前往 所以想请问您 在这个当今的国际形势下 您看我们是应该选择 继续在国内深造呢 还是选择出国留学 之后才能更好地投入到 我国这个航天工程的建设当中去 谢谢您 好的 你这问题也挺有意思 我也举个小的例子 我前不久这个牙出问题 说中牙 现在不是中牙挺时髦的吗 就是说给你人生第三副牙 中牙在北京排队太厉害了 没办法 我到西安 西安我们四一大 那是全军中牙第一把手 非常好 四一大那校长就跟我讲 我们口腔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我们中国的口腔技术 包括中牙就不要提了 口腔技术比国外 它差了三十年四十年都不值 现在并驾机器 个别朝前 他说你和我四一大 机器人中牙 他说国外都不相信 说中国人造假 因为全世界没有机器人中牙 一直到英国BBC2017 到西安四一大拍摄 机器人中牙 然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 全世界相信 中国人搞出机器人中牙来了 口腔非常小啊 治口腔你很痛啊 拼命张大嘴张不大 机器人不用的 一个探头进去看得非常清楚 机器人中牙保证 精确度非常高 四一大你别看低处西安 广泛的派学生留学 瑞典中牙的B族 美国 日本都是牙科老大 我们今天全部病假期区 个别赶潮 就得于什么呢 交流 开放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 必然开放大门 我们能出去就出去 能贴近就贴近 尽量学习 充分发挥中文学习形式 充分地利用 然后才能充足地成长 谢谢丁将军 大师好 前面的同学问了关于留学的问题 我就来问问关于移民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就是 移民了就不爱国 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 在国际社会上面临到很多争议 或者说面临天灾的时候 有很多的海外华人华侨 自发组织游行 组织募捐来支持祖国 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移民的 移民就真的等于不爱国吗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般人 移民我们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只要他想移 有条件他就可以移 我们经常讲 我们的朋友骗天下 那全世界都是中国人 那时候有多好啊 有人把移民看成一盘散沙特征 我觉得不一定 就是移出去以后 他不一定就是一盘散沙 他讲了中国 还记录自己的国家 他就不是 你比如说 全世界最好的例子 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移民啊 他没有家乡 从公元一世纪二世纪 被赶出那片土地 流离失所1800年 全世界分布都是犹太人 欧洲二战 杀犹太人杀600万 但犹太人这个凝聚力非常强 你还可以说他移民 他流落全世界 但是最后重新建国以色列国 即使在没有家园 没有祖国 但他的这种集体自尊 既然保留 当然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 也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不管在世界各地 我们都完成这种精神的凝聚 我就回答了 我们一定可以的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您好 网络舆论空间 他在现代战争当中的地位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让习主席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说 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现代化 第二句话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自由不是无限的 自由一定是不影响他人的 当我个人自由无限膨胀 对他人造成干扰的时候 那就必须加以约束 金教授您好 现代战争往往是信息战和科技战 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像过去的朝鲜战争那样 利用群体理念和内心的力量来战胜现代战争呢 就现代的战争机器操纵越来越容易 所以体力 勇敢程度 它的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 但它不能被取代 我们现代化和这个灵魂一血性的结合 你结合再起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军队和一个完整的军人 点击